啊 其实我这个人呢 本来就不想拍这条视频回应王杰克的 阿卓那些没垃圾啊 垃圾垃圾 只是拍了又觉得我很勾小气 但不拍了又好像觉得我很没底气一样 不过这个不是一次回应 而是借这个契机呢 我很久没聊过自己的异报了 开了大概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一年平均开了两万公里 虽然我自问不能说 这台车是全中国车况最好 最精品的异报 但是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全中国 使用强度最高的一台异报了 应该是没有之一的 它成为我的代步车 然后我又去了云南的自驾游 跑拉力才是飞驰人生 太爷们了 三兆跑赛道叫去 然后还在赛道上面撞了车啊 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回顾一下 分享一下我在这台车上面 投入了多少 然后它给我的回报又有什么 首先投入的部分吧 我买这个车用了16万5千 现在好像这个车的行情又涨了 所以当时我买这个车 还是不怎么亏的 然后买车回来之后问题就来了 因为一报这个车呢 你不知道上一手的车主 对它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买到车之后是要进行 一系列的还原性修复 甚至是以改代修的 所以买了一报之后 我自己是准备了 一倍于它的车价的那个翻新的成本 准备是投入这个车里面的 因为你要买一台二手的一报 然后把它变成一台完完全全 健康的一报真的是太难了 我觉得玩一报有点像 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啊 表面上是一跳通 但是你进到那个乐园里面 你要体验好 你要不断地花钱 你要吃饭 你要买纪念品 你要买那个快速pass 你要在里面花钱 你的游戏体验才是完全体 一报也一样 你买回来 可能一开始车况不错 但是它总会有一些 叫像你玩那些打地鼠的游戏一样 九个洞 甚至是N个洞 一个地鼠打下去 另外一个地鼠冒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蹦又冒出来三个地鼠 然后你就崩溃了 所以我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车一次性将它 所有可能会发生 预见发生的问题 一次性的 预防性的维修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步到位 那一报会发生的问题 主要还是在发动机上面 它的这个发动机 我不能叫它说焦气 它只是说使用的条件 比较的苛刻 比方说你的汽油标号不够 然后同时 你在一个很低的转速 地板油了 啪 它的活塞油可能会爆掉 然后它的气门使盖 用久了 油可能会有裂缝 然后你的气门就密封不严 就漏气了 漏气你的发动机就没力了 然后各种管路会因为高温老化呀 然后各种油风也会因为老化漏油啊 包括水温高 油温高 然后这个大小瓦会拉瓦 这种等等的问题 都会一步一步的发生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拿这个发动机 彻底的翻新 我这个发动机翻新的方法呢 就是以改代修 因为反正对已经打开了这个发动机 要重新翻修了 所以最好还是做一下强化 因为我对这个车的理解就是 我认为一台性能情怀车 对它最有尊严的一种活法 就是让它年轻的时候能干的事情 到它现在16年的高龄 依然该干嘛就干嘛 以前的车可以做到400匹500匹 我希望它在我的手上也可以 无忧无虑的输出400匹输出500匹 所以我对它的一个工作 就是做发动机内部的强化 我用了锻造的活塞 锻造的连杆 然后做了一个2.2形成的一个曲轴 包括它里面的燃烧室的裸杆 强化的气门弹簧 全都是用的改装布匹 那这个发动机现在组装好之后呢 理论上它可以承受的马力是 550到580之间没有问题 但是我只是为它选了一个380匹最大输出的一个涡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发动机它的发力是这样的 你的涡轮越大 它的发力点就越靠后 其实它还是跟那个涡轮的最大输出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380匹的涡轮 它可能3800转才到达它的最大的增压值 如果你是一个500匹的涡轮 可能你到5000转才输出最大的一个涡轮增压值 所以这样子它的低扭就会很差很差 于是380匹呢 可能就是这个车 我能够综合它一个非常暴力的加速度 然后还有我平时代步功能的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了 但现在我的口味好像越来越重 接下来可能会把它升级成一颗 我不贪心啊 450匹就够了啊 它很快就会换上一颗450匹的涡轮 不过这个车厚化了 反正我对这个车的用法就是让它寿命很长 然后同时性能很强 这个跟小乔不太一样 小乔它可能之前折腾怕了 所以它现在只要这个车恢复到全原厂的状态 就已经OK了 不过其实它的全原厂恢复呢 成本比我还高 因为我在之前的一个异爆的改装视频里面就说了 很多的异爆发动机的改装零件 它的价格是要比原厂零件更便宜的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小乔的那套活塞 它报价表里面是6500块钱 四个原装活塞 然后我的这个Money的活塞 四个的报价是大概5000块钱左右 然后连杆的报价4200的德工连杆 包括我的大小瓦 可能大瓦小瓦加起来 我已经用到Cosworth跟那个头妹的大小瓦了 价格也就2000块钱不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是追求性价比 或者说想要这个车除了还原 还需要有一些动力的提升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直接去上这个府内的强化 它的性价比是更高一点 发动机锻造之后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锻造锻造是不是就很不耐用 但是不是我 这个发动机我锻造了高强度开 开了两万多公里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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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出了收费站 我就一档8000 二档8000 三档 然后就拉到这个限速 然后就挂六档 就是每天我都会红须 一档8000 一档8000 但是我就很放心它的状态 因为就是我经手的 我知道它里面几个一只几个一只 嗯 我 我 靠 请来烹调 它这个坏又不是压缩泵降低效能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压缩泵不工作 还是这个磁吸出了问题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雪总权漏光了他妈的 我明天去检查一下才行 喂 什么声音 喂 不能等 喂 刚刚才赞完 喂 卓车的车没那么容易坏 你拿什么礼手坏了 帮着我们免坏 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嘶 他骄傲啊 这个是 这个胶部有什么事 这个胶部叫做主动进气加山 人肉手工主动进气加山 发动机外面看里所有东西都是旧 里面看里全部都是新的 我不在乎 这个叫核桿琴珍珠 就跟我的这个人一样 外面看上去很烂口 但是心灵是很美好的 我平时都不用怎么开头琴 所以 对了 日本车是这样的 哪会坏的 马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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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没有啊 喂 好烂烦啊 志冈 啊 啊 啊 喂啊 神经受弱了 真是玩了 我本来想着 我是买一台车的价钱 用一倍的成本去把它翻新 去把它改装 就已经是我的deadline了 对我来说本来是我的deadline 但是到后来 发现啊什么悬架的摆壁又要换啊 然后那个副车价又要搞 包括刹车 我就去完赛道发现刹车过热 这个刹车就跟安全有关了 不搞不行的大哥会死人的 就到最后可能40了 然后40万 改完好像觉得这个车很害厉害一样 就去跑赛道 去跑赛道 旁边坐了价值观的导演阿诚 我要跟他说 给你见识一下我刚刚练的四驱飘移 就是大家呢 如果去赛车场 尽量付驾驶不要赛 那高情商的说法 易报 是你懂不懂玩车的一个最好的鉴别器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保留了一部很健康的易报 不管是他是懂还车还是不懂玩车 但是他只要拥有一台健康的易报 他就已经交足了学费 他就已经是一个很懂玩车的人了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在易报上面投入的钱是 不是等起来含水河 你高跟学费 学跟玩车 如果你连易报这个车都完明白了 你玩什么车都轻轻松松 真的 很难建议的 易报这个车真的是一车一旷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易报 在上一手是怎么勾改的 因为中国 其实我不能说易报这个车 它的发动机很脆弱 它不是真的易报 它不是真的易报 只是说它有一点点焦气 有一点点需要技巧 去温柔的善待它 但是中国很多时候 它的改装 或者说它的对这个发动机的组装 很多时候就是大力出奇迹的 What the heck is happening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那个螺丝 有多紧 拧多紧 但不行的大哥 这种车是要温柔对待 是要有巧劲的 什么狗情一心 这些车给螺临起来 就是你要首先对角线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可能一颗螺丝你要拧100公斤 先拧个50公斤 休息等半个小时 因为那个螺丝拧的时候它会热了的 它加热之后就会热这样冷缩 它会膨胀 膨胀所以你再加力就不对了 要拧了50公斤 让它冷下来 再拧30公斤 再冷一下 再拧10公斤 再冷一下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螺丝拧紧 那这个车的这个螺丝才算是标准作业的 所以真的很难说 一定要去找一家合格的店家 小乔找的斯巴鲁中国拉利车队 很强 当然没问题 但我找的那个其实也很强 因为DK车技研可能是 玩斯巴鲁完了已经有十七八年了 真的斯巴鲁进中国之后 它就已经一直在玩 就是处理过的这个发动机组装 数以百计了 所以我就很放心把这个车交给它 收费有点贵 但是这个车还是那句话 省钱就是花冤枉钱的开始 所以一定要看看你口袋里面有多少东西 它先掏出来 来 掏出来看一下你厚不厚 后继继续玩 不厚的话 这个车麻烦你停到地下停车场 两年后再卖出来 赚一点点差价OK了 唉自从开始改车 现在来吃餐茶餐厅 我都戳了也知道 即是我现在做任何东西 我都会把它剪成等于多少箱油 你看我现在穿什么鞋 回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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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力飞鞋 回力飞鞋 飞鞋 已经觉得很贵了 我过年我穿这个鞋 然后我家所有的人都觉得 阿卓你不是弄得不错 为什么 原来兜猫 其实也不是的 这个呢 有这个标响吗 我会觉得是一个收音机 这个哎呀 还是这个KON的带子 但是我的拉花已经叛变了 我忏悔 堆进去先 要有一支棍子 没有棍子 很浪贵 这个叫正音喇叭 你说我还有什么想说 我都说不出来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嘴笨 很理工很直男的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一台车 我爱它的表达的方式 不是说天天发朋友圈 或者发微博去秀恩爱 而是让它慢慢的朝着我想要的方向 让它变得更好 那为了这样呢 我又不断的去一些美国的论坛 澳大利亚的 这些玩意 把玩得很厉害的国家论坛 去爬文去学习 然后包括又去买那些 日本的那些很老的 特性的天书 去慢慢重新学习它 了解它 知道它的一些东西 要怎么处理 然后改装的时候 要留意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这种 每天晚上去泡论坛 看天书的这种 这么复古的学习的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很充实 然后学到的东西之后 再去买改装的零件 买修复的零件 装上去 去验证它的效果 发现真的就像 我学到那些东西一样 我的知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验证 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满足 然后就会不断的去陪伴它 驾驶它 过好跟它的每一天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它 很平淡 但是很幸福很快乐的生活 我摆评一下 我会把它拒绝一下 这就不完美的 license 拿过来 小刀 拿个小刀 拿过来 带奏 做饭 拿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